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稻妻449-453 雷斯霍乱成蒙会顾叛蒙的幸运日诸事不已 不武雷国 稻妻四面八方之网 454-458 让你在非面对不忘我眼时的焦虑 动物园大亨稻妻任务离岛之路 459 喂,有人吗? 稻妻任务八重堂的邀约 460,猜猜我是谁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到其一与获奇的成就 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学少的角色 准备好之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八酿岛无响任辖间的这个起点闪向处 到七天闪向之后我们视线撞向北方向 从这跳下来 我们的第一的成就是因为雷霍而死亡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角色会持续拓血 在等待角色死亡途中 拿到雷斯霍乱的这个成就之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踏贝扎上方这个吉比点 到吉比点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去前面的海螺屋找阿靖 我们的下来的成就是在阿靖的宝箱中开出大奖 也就是破魔之中的设计图 张宇的四星毕业武器那也不能说毕业武器吧 应该说张宇的四配武器 我们需要给他伤着七拐的海螺 他让我们开一次宝箱 保底是七天 我们就能拿到破魔之中 其中会开出来一袋花种 开到第三或是第四天的时候 我们会开出来一袋花种 这是我们一个任务需要的前支物品 开七天会获得一个破魔之中的设计图纸 我们就能拿到这个成就 七拐的海螺在这片沙汤上有分布 借个装亮点点击调查 就有几率拆出来七拐的海螺 一气伤的就能找阿靖开宝箱 拿到这的成就之后我们再打开地锁 这次我们来到名神大社下方这个棋址点 报七拐点之后我们朝前走 去找东陵玄寝求签 绕桌接着建筑物后 到这趟向我们的右手边上楼梯 这是东陵玄寝 我们点击了玉神签签 每天只以求一次 如果小伙伴们求到大吉或者是大凶 就能拿到两个成就 小伙伴们求签之后 找东陵玄寝解签就行 解到大吉或者大凶就能拿到成就 每天只能求一次签 解签之后我们会在背包里面获得玉神签 有的小伙伴会争据求签的吉凶来进行抽签 他们觉得这样出金的代率比较糟 但是全学吧 抽签歪了别说说交答 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刚才抽到的签 拿到这个成就 这两个成就之后 我们的下一个成就叫布雷果 需要我们的声望等级达到十级 李悦和蒙德是需要达到八级就斗了 到期的是需要十级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成就收集 最好在队伍里面带一个早佑 我这用纳希达代替一下 我们今天的成就收集是 专于捕捉动物的 首先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白野 白狐之野下方这个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来找到若子 跟他对话之后 会接取到一个任务 这个四面八方之网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抓动物 我们点击任务随踪 然后打开背包 装备上四面八方的网 果然要切好 装备了之后 我们把视线转到北方向 从这走下来 在这边会有一只狐狸 我们凑近之后 对他用网 把他捕捉 可以获得第一个成就 然后我们点击任务追踪 回去找若子交任务 交了任务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 好切一刀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再找若子 来购买四面八方的网 这里的网价格是 是一万块一个 我们一个星期能买五着 我们再打开背包 来装备上这个四面八方的网 依然是我们的西北方向 这次我们要去捕捕一只金蝶 可以站远一点 如果没有早幼的话 我们按贼 然后对金蝶进行捕捉 呃 总之我们抓到这只金蝶之后 就能获得成就 好 拿到地的成就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蒙德城 蒙德城外面的这个极皮点 到极皮点之后 我们不用动方向静止超前走 然后这会有一波团雀 我们装备上网 对团雀进行捕捉 可以获得我们的第三只成就 剩下的两只成就是 需要我们捕获 三十和一百只动物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动作 小伙伴们加油 毕竟一个星期 你才能买五着网 好的 第七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批视频我们来收集 离岛之路 带动我们的成就 未有人吗 没有对我要求 大家推一下主线就行 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离岛的七天省向处 到七天省向之后 我们把四线撞到西北方向 从这跳下来 我们开翅膀 然后创向脚底 我们降高度 下来之后 我们把四线转到背后 这有一个伤洞 我们走过来 进入伤洞之后 就会有一片营地 我们来到 记得帐篷的背后 这有一个地窖 我们来点击茶畅 点击茶畅完 我们就能获得成就 在 会获得借的成就 未有人吗 好 然后我们再点击茶畅回去 回到当才的营地后 我们畅向右手边 这有三的亮点 我们来调查一下 调查完成之后 征随任务指引 我们畅向背后 在这 我们来躲藏一下 好 经过一段对话之后 我们来清下地的史莱姆 后期来剪一刀 清完段物之后 来 我们和他对话 好 对话结束之后 我们就能完成这些任务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批视频 我们来收集 猜猜我是谁 一类成就 它和行秋有抓 来 我们打开地戳 来到 到七层上方 这个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 撞到北方向 已经看到了 结许任务的掌烫号了 我们先来到八重堂 来找荒赌阿姨 好 切一刀 好的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接到一个任务 来 我们打开地戳 跟随任务指引 我们来到清测庄 右边这个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 撞到东北方向 从这儿我们爬楼梯 去找长久叶 好的 上来之后 我们唱下右手边 长久叶在这 我们来和他对话 再切一道 好的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跟随任务指引 这次我们要来到 李悦档下房间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囊方向 去望文极色 就是 就是那个服务态度很差 老板娘内开的书店 我们走上来 好 来这之后 唱下我们的右手边 继续朝上走 在这儿我们就会遇到行秋 来 我们和他对话 好的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拿到地的成就 然后我们去交任务 来打开地图 回到到气层上房地的提笔点 我们到气笔点之后 朝背后站 去找荒主阿姨交任务 来 剪一刀 好的 对话结束之后 我们就能完成这次任务 那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